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呢?我相信第一篇《读经》仍然是《中途大使录》 讲的是保禄的福传工作 于是用这一句来回应是相当合适的 今天的《读经一》是为保禄的福传旅程非常有关键的一幕 就是说他和阿弗所教的长老会面 怎样鼓励他们 怎样呢?到最后说 我现在去犬撒冷不知道怎么办 将来不会见到的了 大家真的很难过、很伤心 我们看到一个牧者的情怀 一个牧者的心肠 对他想牧养的天主交托给他的兄弟姐妹 这些羊群有一份不舍的心 但是又将他完全信靠交托给天主的心 保禄是否做了很多事呢? 真的是 整个地中海四处走笛 真是一个初来教会的伟大的福传中途 不过相对于今天全世界信主的基督徒的数目 真是不知差多少千万倍 但是保禄很重要 他开始了 没多久之前看了利马逗的音乐剧 在下半段我自己觉得是有点悶的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很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 或者值得感动的地方 就是利马逗好几年 在他晚年的时候 原来只是做一个修理智名宗 就是今天所谓的闹钟 的一个工匠如意 就是皇帝得闲 叫他坏了 加油 就是这样 那我做福传呢? 有没有跟人讲讲圣经呢? 有没有讲讲耶稣的死而复活呢? 好像一点都没有 不过呢 利马逗在他临死前 他对弟兄说 因为你们打开这个大门 这个中国、中华大地 打开这个福传的大门 真正要传福音的 就是你们开始 我呢 连杀种都不是 我只是来翻土 杀种、播种、收成 是以后 你们要做的工作 各位兄弟姐妹 过了四百年 让我们 不要只是去 说 利马逗很厉害 或者看他的音乐剧 而是真的 承担他这份福传的使命 很厉害 有一天 普世万邦 都一起来歌颂天主 圣语68篇33节